这六件事情只有不够爱你的男人才做得出来 每个女人都想要一份自死不渝的爱情 可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够遇到一个自己深爱 并且也深爱着自己的男人 这个世界上有些男人明明不够好 却一嘴的花言巧与哄的女人为他付出 这六件事情只有不够爱你的男人才做得出来 1.冷漠地对待你的眼泪 只有一个不爱你的男人才会对你的眼泪无动于衷 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舍不得让你哭 他会心疼你宠你 让你每天都很开心的笑着 不爱你的男人不管你如何伤心落泪 都打不动他的一颗心 2.经常和你冷战 如果一个男人他动不动就和你吵架 一吵架就冷战 那他一定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真正爱你的男人在吵架之后会向你道歉 去哄你而不是对你不惯不顾 3.总是让你独自一人去面对困难 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会和你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 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总是陪在你的身边 可不够爱你的男人 他从未给过你安全感 总是让你独自去面对所有的苦难 4.宁愿玩游戏也不陪你 这样做的男人不能完全说他不爱你 但至少你在他的心里还没有游戏重要 他宁愿把时间花在游戏或者是睡觉上面 也不愿意陪你聊聊天 如果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你总是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 那苦苦勉强还有什么意义呢 5.你晚回家也不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真正爱你的男人 在你下班晚回家的时候会主动去接你 不管有多远 可不够爱你的男人 却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家 一句话都不会问一下 6.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你 如果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之后 他从未提过带你回家 也没有带你去见过他的任何一个朋友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的说他爱着你了 这个男人其实一点也不爱你 才会隐瞒你的存在 不想让他的朋友们知道 你是他的女朋友